大家好 我会接触长生学其实在很久以前 那时候我儿子刚好是小 我还记得小学三年级 那时候元旦假日的时候 我就生了一场病 我住院 出院的时候刚好是假期结束 我要送他去学校 那时候我在学校当志工妈妈 因为那时候我工作很忙 我白天有白天的工作 晚上要教补习班 他带小孩 所以很累 所以那时候常常 我是从年初感冒到年底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吃药 打针 搞得身体很虚 那那一天我要带我儿子出门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有太阳 但是为什么 太阳在那边我眼前一片是灰的 然后到学校去 他们班上要讲故事的时候 我讲不出话 我整个没有气 那时候我们志工妈妈有个办公室 我们要去迁道 一进去的时候 很多志工妈妈都说 因为他们都上过长生学 那时候是在海山高宫 然后他们就说 你脸色怎么那么差 来来来 我都给你电电 结果很多妈妈我也不晓得 那时候我不知道 我就坐在那边 结果他们就说 怎么这么刺 然后就帮我弄一弄之后 我头抬起来 我看到太阳了 亮了 然后那时候我就拨控 我刚好在 那时候没多久 我也要是课在海山高宫 我有去上完初级跟中级 接着高级班要到北投 因为那时候工作很忙 我就没办法去 那加上后来也怠惰了 因为真的有时候抽不出时间静坐 或是什么 然后就这样隔了一段时间 那孩子也大了 我刚好在几年前 我突然有个念头 诶 长生学 可是我不晓得什么时候 还会有开课 我觉得我必须要再复训 结果刚好有一个群组 就传了个讯息 所以我在几年上128期 然后我在回队 那时候是领导师上课 整整隔了20年 就是跟我上次第一次 所以我这次就把高级班完成 那今天是带我朋友来 因为我觉得他有需要 我是办绑架把他过来的 那长生学 我是真的 大家就是 就刚刚前面的世界讲的 有这个机缘不要错过 然后我也接触过很多的 关于能量一些东西 就常常是最简便 不求人 那我在分享 我大概几年前 有帮跟朋友合作 做一个餐饮宴 那因为店面很大 三个店面 但我平常没有运动习惯 就跑来跑去 结果我到最后脚是 后来我才知道 我是恒文肌溶解 就是所谓的T3 T3比较没那么严重 但是我已经严重到 我脚整个软下去 我没办法跑 然后你没办法站 那时候我搞不清楚 我想说是太累 还怎么样 后来发现非常严重 那我也没去看医生 我就自己调 那调整静坐 所以我大概几天 三四天就好了 所以大家有机缘来这边 要好好把握 谢谢 谢谢你刚刚讲那个 要不要也教大家 你刚刚讲那样子 就是恒隔肌溶解 恒文肌 恒文肌溶解 你这么调 大概你调多久 我就是七号跟我的脚 我就放在我的 因为我没力 就是七号跟换布这样子 那我第一次 那些志工妈妈帮我调的时候 我知道好多人四五个人 七手八脚 反正他们都从背后 我也不知道他们给我调哪里 可是我真的 我也不知道他们给我调多久 然后之后 我头抬起来 亮了 我那时候那个很奇妙的机会 你就明明有太阳 可是你是一片灰的 然后调完之后我就会讲话 所以才引起我对长生学的好奇 然后重要一点 我不是说我两次隔了二十年 整整二十年 我发现 老师都没有变 而且林老师越来越漂亮 我那个课本还在 真的我可以见证 谢谢 好 谢谢这位师姐